励志寻找最ㄎㄧㄤ的內容 用最ㄎㄧㄤ的話來告訴最ㄎㄧㄤ的你 姐妹 ㄎㄧㄤㄧㄤ 嗨 大家好 我是美根 我是 Amber 歡迎來到我們今天的節目 對 就是我們今天要來致敬節目 這節目呢叫做Beach to Sandy Water to Wait 那它其實呢 也是一個美國的Podcast節目啦 然後它就是一對兄妹 就是他們 欸他們是兄妹嗎 你有確定嗎 我不確定是姐弟還是兄妹 反正他們是家人 對 然後呢 他們就是會先找一個主題 然後就是主題 他們是會去講別人的評論啦 就例如說像是Google 就去Google Play上面看評論 然後就把那些評論唸出來這樣 Google Map啦 我剛講什麼 Google Play Google Play 也可以啊 就是反正就很像後世那個啦 美國有那個 有一個餐廳的那個Yelp 你知道嗎 你在睡嗎 不是我發生一個這顆你狗一宿 我的耳機沒電 我的耳機沒電喔 你在唱他啦 然後你看 你剛剛從哪裡繼續講啊 你是不是都睡了喔 我就問你知不知道Yelp是什麼 然後你就開始睡 Yelp我知道 Yelp是那個美國 美國的一個 對 有點我覺得早期比較像 我感覺是奇摩評論 對 然後就是大多都是餐廳類的 反正就是那種店家的評論 然後他們就會 每一集他們都會先設定好 他們這一集就會幫下一集 先設定好 說好 我給你一個題目 就是你下一集就要去找 就例如說好 你要找墨西哥餐廳的評論 然後另外一個人就會去 開始去找 然後找了他們就會 在下一集節目中就把它唸出來 然後在編唸的時候就很好笑 然後他們也會好像接受 就是他們粉絲的挑戰 就是粉絲可以說 他們想要看到 什麼東西的評論 對對對 然後他們也可以 他們就會去找 然後就超狡障的 然後因為那個妹妹 就是笑得很大聲 所以我很愛聽 就是很吵這樣 而且他們最近很紅 就是我昨天聽他們最新的一集 他們還有去上電視節目 喔是喔 對 然後粉絲還送了他們 非常非常多禮物 就真的是像明星般的大禹 然後他們自己也是很受寵若驚 真的假的 所以其實我今天這個準備了一個主題給 給我們兩個 就是有關便利商店的評論 沒有錯 其實我當下覺得這個是簡單的 因為我覺得說 台灣便利商店這麼多 應該會有很多刁民或是酸民去評論 然後結果沒想到我這是拿石頭在炸自己的腳 因為新加坡的便利商店的評論非常少 喔 台灣是蠻多的啦 聽就知道了 來 由你開始吧 由我開始嗎 OK OK 好 我再講第一則 第一則是在 在那個清靜 清靜的Seven 然後有一個人 他的名字叫胖子 好沒禮貌喔 然後這一則是五顆星的評論 瞬間到了人間天堂 Emoji微笑 夜班的Seven店員人不錯 熱心提供當天狀況 我看也是全台最多的 最多昆蟲的Seven Eleven 生態挺豐富 據點 我覺得他應該是在讚嘆 就是在一個這麼高的地方 就是山巅之上 還能夠買到奮起湖便當吧 你有看過這則廣告嗎 什麼廣告 就是Seven Eleven其實有一陣子 他做的廣告都是在那種很冷屁的地方 例如說奮起湖的Seven啊 或是金門的Seven啊 就是去讓廣大的台灣人民去認同說 無論你在台灣的哪一個角落 都有Seven Eleven陪你 真假 從來沒看過 你可以找一找 是他們有一陣子的campaign 這是年代廣告嗎 很久以前的 沒有到很久以前 大概可能 20年 靠20年好久 20年 20年怎麼可能 20年超過久 你可以查一下Seven的 金門第一家Seven 不知道什麼時候有的 但是就是那一年 我覺得應該是某一年的春節吧 有這樣的一系列campaign 酷喔 讓我來新加坡的第一則 新加坡有兩個比較大的便利商店 其實新加坡並不是一個便利商店 非常發達的地方啦 然後呢有兩家比較大的 一家是Cheers 另外一家一樣是Seven Eleven 好我現在要唸的是Cheers的評論 這個是個五顆星的評論 是一位叫Aparna A的人留的 Good Service Open 24 hours 好 就這樣 就是 其實很心酸 因為我覺得 OK原來這就是新加坡跟台灣的不一樣 就是在這邊 你只要開24小時 你就 可以五顆星 大家標準 可以再高一點 真的 再來是第二則 OK這個人叫做Vesta Vesta 他給的是四顆星 應該也是三區的Seven 不離到物色的休息充電處 等一下 是句點嗎 還沒還沒 廁所有二十多間 男士粉藍 女士粉紅 漂亮 結束了 我覺得這個算是比較功能性導向的評價 是誰管他 這不是全世界都是這個顏色嗎 他會不會是覺得說 他剛剛一開始講充電處 然後又講廁所 就是他非常的想要把這個功能給 傳揚給 所有 就是 行車朋友 OK 有一點休息站的感覺 有 對 你知道Google那個Local Guide 其實是 你要超過好像五十字 才可以 多拿一兩分 還是什麼的 有可能是這個 可是話說你怎麼都找中部的Seven啊 沒有 現在才第二個 其實我是找完 先找清淨那個 因為我本來 就突然想說 哈你給我這個題目 便利商店我要怎麼找 然後我就以為 那個清淨是最高的Seven嘛 然後就發現 那家的評論 就有人說 欸其實這不是最高的 那最高在哪裡 最高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 男是粉藍 女是粉紅 漂亮的那間 喔 可是也在 也在中部啦 對 OK 好 那我現在要來念一則 新加坡的 這個也是Cheers的 因為它比較長 我等一下就不用英文 我就直接用中文了 怕大家聽不懂 對 怕大家聽不懂我的英文啦 Felbert Lin 留的 他這個是一顆星評論 我只是想要買一株萊姆 但是 盆栽上沒有標價 收銀員也不知道的標價是多少錢 他跑去問了另外一個人 結果 回來以後他就說 算你七塊可以嗎 對 他是什麼 算你七塊可以嗎 算你七塊可以嗎 我問他說 可是其他的盆栽 都是五塊 為什麼這個要七塊呢 雖然這個沒有標價 他為什麼是七塊呢 店員又再次說 算你七塊可以嗎 我覺得我好像到了一個菜市場 這是什麼 一顆星的 一顆星的 其實是我也會生氣耶 其實是蠻好笑的 因為 因為如果 你就問他價錢 不是啊 可是表示說他是在滿天喊價啊 因為你就沒有條馬 然後你要怎麼知道 他是七塊還是 還是五塊 而且等一下你手動也打不進七塊啊 那這樣子是要怎麼收費 你就看他 你就看他要怎麼繼續下去啊 欸 新加坡7有發票這種東西嗎 沒有 沒有發票 可是有收據 哦 但收據就會有產品的標價對不對 應該要有 對啊 可是那都是在 就是那都是在 一切情況正常的狀況下 就是你可以用條馬刷出來的 那像這種沒有的 我覺得他真的是有一點點滿天喊的 真的假的 所以新加坡的超商會黑店喔 我也 你有遇過嗎 我其實沒有遇過 我沒有遇過欸 因為這個有點比較像 我可以想像在雜貨店發生的事 但我有點難以想像在 超商裡發生這種事欸 對 所以那個人才這麼生氣啊 所以我也不是不能理解 好換我 台北市區的一間Seven 這個人名字叫李維李維 他給的是三顆星 可惜沒有甜辣醬 吃樂狗就是要配甜辣醬 句點 這個我只能 五星評論是不是 三顆 喔三顆 所以他兩顆都扣在那個甜辣醬的份上 而且吃樂狗才不是要配甜辣醬 是番茄醬 沒錯是番茄醬對不對 聽人有什麼事欸 我真的要抱怨這個 就是在新加坡啊 就是平常我們去買麥當勞 我們都會認為說 你就是要付給我番茄醬 有薯條要用嘛 對啊 新加坡他預設是全部都是甜辣醬 欸 就是沒有番茄醬 就是除非你跟他要 就是你如果去打包 他一定會給你一把醬 可是那一把醬都是甜辣醬 所以你一定要再跟他要番茄醬 你都麥當勞 因為他default 對麥當勞肯德基的default 全部都是甜辣醬 他不會給你番茄醬 真的假的 對 麥當勞怎麼會有甜辣醬啊 好神秘 他們就是有啊 所以我每次家裡都存一堆甜辣醬 完全用不完 然後你就吃辣醬啊 你玩不到辣醬 我沒有辦法掌 可以啦只是很難買 是喔 好奇怪喔 所以他們平常吃東西的時候很愛加甜辣醬喔 對 所以我是蠻建議李維李維 就是移民到新加坡 OK 他這樣子吃熱狗就一定會有甜辣醬 他吃炸雞也都會有 吃什麼都可以加 欸還是我去他的評論下面留言 欸可以欸 那你要不要附上一張我那個冰箱裡太多甜辣醬的照片 給他當作諷刺 你再傳給我 然後我再留 然後看他會不會回我 可以 可以 那要記得叫他移民過來 好好好 好我的第三則是一個五星評論 是一個叫做jamper的人留的 喔那個 那個印度女人 人真的是太好了 應該是在說店員 嗯 那個印度女人 人實在是太好了 應該要問她的名字 雖然我沒有 但是我不後悔 什麼意思 我付錢 我付錢的時候 我少了一毛錢 他說 別介意 他會付 我說千萬不可以這樣 所以我想要把飲料放回去 他就說沒關係 你拿吧 我會付的 這真的是太好了 非常感謝你 今天是我的生日 你真的給我了一個最好的生日禮物 可是他怎麼說他沒有後悔 他要後悔才對吧 對我也不懂 對他就說我應該要問他的名字 我沒有 但是我不後悔 我就想說哈 什麼意思啊 OK 滿暖心的啦 我看到的時候想說 OK 人真的是不錯欸 就店員還要自掏腰包 那你知道那店員的那個一毛錢哪來的嗎 就是從剛剛第一則那個盆栽那邊來的 他就是這樣省過來的啦 盆栽先生不要生氣 對盆栽那邊賺一塊 對 然後這邊貼一塊 對 店員也是這個使出滑融道挪移大法 他就是為了這樣子 對 見花獻佛 不簡單 對 他要換我 好來喔 這個沉重的 台北的某一間全家 評論的人叫做大尾 然後他只有一顆心 想請問一下 一位高壯女店員和高壯長髮男店員 這兩位的態度是在差什麼 每次去我都覺得我是不是犯錯了 惹到他們還是欠他們錢 真的很恐怖耶 進店裡消費時壓力都超大 長髮男店員跟女店員是不是 對 而且都 是動力火車嗎 都高壯喔 他是寫高壯女店員和高壯長髮男店員 我覺得這有點人生攻擊耶 因為他說女店員高壯這樣好嗎 對啊 他可能是想要顯示說他的渺小 就是他已經很卑微了這樣子 然後你們還高壯 男店員還長髮這樣子 我跟你說 你在下面問他說 那請問尊上幾公分 請問高壯定義 可以可以 我們就是 我們要做更多 就是那個 Beach to Sandy 他們可能沒有回應留言 那既然我們看都看了 我們就來回應這些留言 可以回應留言嗎 可以啊 好像不能耶 可以啊 可以啊 就你有Google帳號 你就可以在下面回覆 我覺得可以 就試圖激怒那些人 然後再來告訴大家 告訴聽眾他們有沒有回應我 對 好興奮 好 接下來呢 我要連念兩則 因為我覺得這兩則有點相關聯 我覺得非常的有趣 這是一個五星評論 是來自一個叫做 Chunky的人 他說呢 我通常 我通常 不輕 我通常不輕易給出五星評論 除非我是真的非常感激那位店員 Daniel為7-11做的一切 值得五星評論 他非常認真工作 是一個非常熱情的店員 非常熱情的員工 自從他來到這裡 我只能說客戶服務 越來越好 快 跟有效 甚至不用講 他是多麼的熱情 多麼的認真工作 他可以同時做好幾件事情 包括在處理食物 飲料 以及收營 他真的非常友善 而且非常歡迎所有的客人 我會建議你們 應該要給他一個Promotion 好 這是Chunky的一個留言 這個比較很正向 他非常喜歡Daniel 然後呢 我就想說 喔真的嗎 讓我來看看 結果又接連的又一篇 OK 是Osman留給Daniel的 他說 喔也是給Daniel Daniel 也是給Daniel的 所以我要兩則一起唸 Daniel is the best 如果Daniel不在 我什麼東西也不會買 他是這家店的亮點 我推薦7-11 應該 要Promote Daniel 欸 這個是Daniel的朋友吧 我確實是欸 而且兩則 兩則都是Daniel的朋友吧 然後一直要Promote他 都是我聽聽了 對 我覺得應該是Daniel做了一件事情 被老闆罵 然後就跟他的朋友說 欸 趕快去幫我留言 趕快去幫我留言 這樣 這也是一招啦 我覺得蠻有趣的 那你再繼續follow up一下 看Daniel還沒有在犯錯 還是我直接問說 請問Daniel被就Promote了嗎 大家怎麼會知道 這是全家的 評論的人名字叫做普帥城 這是一個一顆心的評論 下著大雨 扛紙箱進入全家便利商店 過往經過的全家都充滿人情味 心台五路全家 給予交代支援 令人暖心 近日扛紙箱進入要借交代 一男一女 打打鬧鬧嬉鬧 無視客人 冷冷的回一句不借 我知道了 蛤 驚叹號 下次會自己帶的 但再也不會去此間店消費 蛤這個有點心酸欸 這我看到的時候 是蠻蠻訝異的 因為在我的腦子裡的超商店員 就是人很好 對 就是什麼都OK 什麼都借 我要講一個故事 而且借交代真的是小事 對 你有故事是不是 我有一個故事 就是因為我是 以前有一陣子 我很常忘了帶手機 然後我也是跟別人約 然後就出去 然後我就是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路持嘛 然後我就 就不知道那個店的位置 但我就忘了 就後來才發現 我忘了帶手機 然後我就沿路 在台北 在信義安河那邊 我在路上 然後就問路人說 請問你知道某某某餐廳在哪 然後就問了幾個都不知道 因為那不是一間很有名的餐廳 然後問了不知道之後 我就想說 那怎麼辦 然後我就問 下一個我就問說 那你可以用你的手機 幫我查一下那個在哪 然後路人就開始 我沒有手機 我出門到垃圾 沒手機 我說我手機沒網路 反正就不幫我查 然後我就想說 路人也太壞了吧 對 我就想說 是我一定馬上查 對對對 為什麼不查啊 對 然後我就覺得 太奇妙了 然後呢我後來就真的崩潰喔 我就還這樣走著走 然後經過就是 有一家那種服飾店 然後我就是看著他 我就在外面這樣 看到他在用電腦 就這樣 然後我就走進去 然後就問他說 可不可以請他幫我查 那個店在哪 他就跟我說 我的電腦壞了 我想說 什麼意思 我剛就從外面這樣 看著你用電腦 我才走進來 然後我最後就很傻眼 因為我想說 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我就進一間Seven 就問他說 你可以幫我查一下 那間店嗎這樣子 然後因為那間 欸 那個店員 就剛好要幫 下一個客人結帳 然後他就直接把他手機 拿給我欸 他說你的聲音也太好了 對 我就這樣想說 天啊 這裡是天堂嗎 二話不說 就直接拿給我 然後他說你自己用 慢慢弄這樣 你的狀況好極端喔 就是路人太淡薄 店員又太熱情 對啊對啊 但我是真的還蠻驚訝 就是路上的人會 而且我又不是一個怪人 就是 欸 我的意思是說 我這樣去的時候 就很有禮貌 說不好意思這樣子 就不是這樣很 很倉促的過去 你那天穿 穿著如何 我那天穿得非常正常 就是比較沒有很虚花的裝扮 真的嗎 因為你常常穿的都很虚花欸 就感覺是一個Rocker 或是一個Hippie這樣子 我那天穿 沒有忘記了 但非常正常的 沒有任何奇怪的行為 不過這個世道也太良薄了吧 對啊 就是只是查個店又 對啊 餐廳又不是要你幫我打電話 又不耗錢的 那個 所以那次之後 我就覺得那個 不論如何 我都覺得超商的店員就是天使 對 而且我覺得膠帶真的是小東西 還是他們會想說 要為了要就是提升一下膠帶的促銷 然後跟那個人說 不借 但是我們在貨架那邊有賣 也是有可能 然後如果你沒有剪刀的話 剪刀也是有賣 整組都無 畢竟我就是超商嘛 什麼都有 對 欸 講到這個 好 剛好搭配上我的下一則 好 這一則我覺得很可愛 這一則是五星評論 他是一個Ronan Ronan流的 Ronan說 我真的很喜歡這個地方 你可以在這裡找到所有的東西 非常值得拜訪 嗯 超商 是一間超商 我覺得 我覺得會生氣欸 就是 他用的詞真的是 Definitely worth visiting 有點太重 好像感覺是其他 是不是新加坡的超商 其實不是我們那個 印象中的超商啊 就是我們印象中的超商 你看我們首先先聽到一個 可以議價的盆栽 然後再來第二個 開24小時 覺得讚 他現在是 對 什麼東西都有 一定要來 造訪 一定要造訪喔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很大的讚美欸 就如果有一個外國朋友說 欸我要到台灣八天七夜 你覺得我應該去哪裡 應該不會幫他 應該不會有人推薦他說 顧宮啊 士林夜市還有7-11 一定要造訪 對 有點特別 我再唸下一個 好 這個呢 他叫做 Yan Ling Chen 然後他是一個四顆星的評價 欸我好怕你唸到我的喔 因為我好愛評論 真的假的 應該不會吧 真的假的 我超級愛評論的 我是那個在地想到 第六集 真的假的 你是到新加坡才這樣 還是你就是 沒有我本來就很愛 What 我從來不評論欸 我要先唸完這個人的 我被你那個了 好你先唸 Yan Ling Chen的四顆星 超愛來自家全家買雙麒麟 不但口味多能及時更新 而且晚上時段的店員機 雙麒麟的技術超級好 還有比之前去過 還有比之前去過其他分店 給料豐富 吃到最後一口 餅乾都還吃得到雙麒麟 他講成這樣只有四顆星 真謝謝 謝謝 謝謝Yan Ling Chen 這個人好過分啊 這什麼意思 這只能說 他可能給的都很嚴苛啊 就他可能平常都給一顆這樣 真的太過分了 因為他誇讚成這樣子 四顆 OK 酷 欸你剛說你超愛給評價喔 我超級無敵愛給評價的 我就是那種到哪裡 就是因為我會把我的手機的GPS 一直開著 然後所以我每到一個地方 我的手機就會推播給我說 欸那你要評價嗎 然後我就會開始評價 然後上傳照片跟評論 但是是因為你先是有評過很多架 他才會推這個推播給你嗎 沒有沒有他都會開 就是如果你的手機是可以讓你的Google Map 就是一直 就是一直開著 always on的話 他其實就都會問你 我從來沒有 你去看你的那個timeline 你去看timeline裡面都會有你去過的地點 然後你就可以一個一個回去評分 OK 所以你是忍受不住他邀請你的誘惑還是 你就是想要給予評價 我 我覺得是有點 到最後一定有點收集屁勒 就覺得說欸好像應該要就是來 來評論一下 那你會不會傾向就是如果 好的比較不評 可是會評壞的 喔不會 可是你不覺得壞就要給他懲罰嗎 如果他真的很爛 你就會想要用 用星星懲罰他 喔 如果我知道 例如說如果我知道他是像Uber這種 就是他的心急會影響到他的話 對 我才會給星星 但我最多頂多都是給星星而已 我好少打字喔 我就是 好吧 美少女戰士 懶人 你用月亮來懲罰 所以我直接懲罰 好 那我要來講一個就是 我要連講兩則 因為我覺得這兩則也是蠻像的 好 這則是 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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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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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名字好難唸喔 應該是應該是新加坡人啦 是中文嗎 是中文 是中文 西利給的五星評價 他說 他說 我越來越喜歡7-11 慢慢地轉型成日式的便利商店 有越來越多的泡麵跟日本零食 而且永遠都有一塊錢的飲料 這真是太完美啦 對 就是他覺得就是 開始變得很多日式食物啊 就很開心 而且又還有保有 保有一塊錢的飲料 一塊錢飲料是很便宜啦 因為一塊新幣是20塊台幣嘛 但是呢 下一則 下一則 他同樣也是把 新加坡 跟那個 日本的便利商店做了一個比較 然後這一位朋友是 西班牙人 他叫做 他說 在新加坡 你千萬不要忘記了 這裡是新加坡 記得 如果你要吃 披薩 或是其他的食物 你需要自己加熱 然後再去櫃台付錢 如果在日本呢 你只需要付錢以後 他們會幫你加熱 但這裡是新加坡 千萬不要讓店員生氣 他們會失去耐心 但是他給五顆星 但是他給五顆星 對的 那我真的先踏伐 我再回去踏伐一下那個 雙麒麟的部分 對雙麒麟太嚴苛了對不對 這個要自己加熱都 對 自己加熱而且店員沒耐心 這個西班牙人都給五顆星了 看來雙麒麟真的是一位台灣刁民 真的耶 蛤 那 好難想像他的心境是怎麼樣 對啊 還是說他是覺得 欸 也是OK 只是他在提醒大家 就真心提醒大家 可能這樣很好吧 你要自己用喔這樣 西班牙人本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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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本善良 好 好 這是一個 來自JJ 他給一顆星 他說 早上 早上七點多的 眼鏡男店員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我聞到 我聞到愛情的味道 有愛情的味道 沒有 沒有愛情的味道 這是一顆星 一顆星 對對對 是有人欠他錢嗎 常常看他臉色憔悴 戴著口罩 顯得不耐煩 這麼痛苦 換別的工作 對他也許才是解脫 他這個是在傳道嗎 請問一下 對 你管他要不要 苦海無涯 你管他要不要在那個 師族回頭是岸啊 或許才是這種解脫 算是 算是委婉啦 唉 真是的 官話好寬喔 對 他其實就是想要把他的 諸多 諸多怨氣就是 幻化成一種 就是 比較高大上的道理 送給這位男子 對對對 人生體悟的這種感覺 就是啊 你做得這麼苦 那你就別做了吧 好 然後接下來我這一則 應該也是一個 記剛剛西班牙人之後 這個這一則應該也是一個 洋人 然後看起來是一個旅客 叫做 Arado Z 他給四顆星的評價 他說 這家店的位置非常好 唯一不好的事情就是 十點半以後沒有賣酒精 嗯 十點半以後沒有賣酒精 不是7-11的問題 其實超市也都沒有賣 這個是新加坡政府的規定 除非你有酒牌 不然十點半以後的酒櫃全部都會被鎖起來 那他可能就真的是 真的是遊客 就是觀光客 對 他不曉得 其實每天生意本都這樣 對 都沒有 對 換我 這個人叫做ABB 他是五顆星評論 這個人的評論啊 完全沒有斷行 也沒有逗點 很生氣 那你要一口氣唸完喔 不好意思 對 可是他是五顆星喔 一口氣唸完 吸一口氣先 OK 我真滴很喜歡 矮矮的小黑鬼服務態度很好 又跟熟客處得很好 你以為躲起來我就找不到你了嗎 沒有用的 你是那樣拉風的男人 不管在什麼地方 就好像漆黑中的螢火蟲 一樣那麼的鮮明那樣的出眾 這也是愛情的味道耶 也是愛情 這個 這看不懂 這個超級 而且他說什麼 我真滴很喜歡矮矮的小黑鬼 我先問 那個小黑鬼是不是叫Daniel 我不曉得 需要有人推摸他一下嗎 哇賽 真的是到哪裡都有便利商店粉絲耶 OK 好我來唸這一則 一顆星的評論 是一個 Kubeka留的 他說 他可能是去到 他可能是在市區啦 他說 又貴又忙碌的店 竟然有五十個人在等待 但是只有三個店員 五十個很多耶 是買口罩嗎 騙人 五十個怎麼可能啦 全班都在那裡 超多耶 有人校外教學是不是 其實三個店員是剛好的 但是五十個真的太多了 對啊 應該是碰上跨年或是買口罩啦 五十個我不信 五顆星的評論 這個店員真的很棒 很棒 很棒 我還記得 欸很笨還很棒啊 你不要亂改人家評論 台灣國語的這位小妹妹 很棒 我還記得 曾經有人在我最失落的時候 請我吃香腸 還有給他舔辣醬嗎 沒有 這是洪樂 洪樂先生 還教我怎麼拿蠟燭跟老師談判 甚至叫老師熄滅他 總之店員真的很棒 我是沒有看懂蠟燭那一段是什麼意思 他的意思是說是要傷害自己嗎 拿蠟燭 還是是說要把整個教室給焚燒 我覺得都可以 因為他的第二句是說 甚至叫老師熄滅他 所以就是說如果要燃燒自己 或是燃燒那個教室的話 就是B老師說 你不要我燒 那你就熄滅他 這樣子 還是 還是是A的 是A的是不是 那 我不知道 好迷喔這一切 好迷 好迷 而且 為什麼要 叫他吃 要怎麼要請他吃 等一下這一切都是A的 OK啊 你剛剛一講完 你剛剛自己講錯 真的也 這一整個都是A的 好可怕喔 這一整個都是A的 這個要檢舉一下啦 維護我們這個Google Map上面的那個 乾淨的環境這樣子 可是他這個很那個 就是算是委婉啦 畢竟你剛剛一講完之後 才就是這樣 拼拼拼拼拼拼 就突然覺得 對啊 就是整個拼 拼拼拼拼起來就發覺 欸 事有蹊蹺 那OK OK 趕快下一則 好 這是我最後一則了 我 這一則呢 我覺得他非常的可愛 他是 五星評論 然後是Jackie Lin留的 他說 非常方便 我五月七號一定還會來 他就是跟這個便衣商店 有了一個 五月七號這樣的約定 那我知道 那間店離你很遠嗎 那沒有喔 新加坡就這樣丁點大 你五月七號就到哪裡去 我就去是不是 三年前的評論 OK fine 他可能還在那裡抱著柱子 我知道我知道 我知道 你五月七號的時候 就在他那個下面留言 你去了嗎 對 我說我怎麼沒看到你 可以 又要跟他們對話 好 這個人叫做 Chiharuko Chiharuko 他是給五顆新品架 全台灣我就最愛這家 三重新光榮店全家 愛死了 幾乎每一個禮拜都會 觀光本店三四次 從迴龍站 往返本站 已經是我的日常 每個店員都冰冰有 不懂客宿的人 腦袋到底在想什麼 還不快跪下來 跪下來 對 跪下來 對 我看不懂耶 而且有人會這樣子嗎 有人會特別搭捷運 然後去某一間草商喔 這個是不是也是Daniel的朋友啊 可是他剛剛說每個店員都 他是不是店長 店 他是店長 你要寫給驅都導看 他是店長 因為他還特別寫出這家店 對 這個 這個 做得有點明顯 還寫愛死了 太誇張 店長每天住在迴龍 然後要坐車到三重上班 對 然後 對 然後每天 就是每個禮拜被排班 三道數字 是不是一切又拼湊出來了 你很懂 不愧是想導耶 對 你懂這些評論的人的心理學耶 其實我覺得看這些評論 真的是蠻有趣的 對 你就會想說 那到底跟商店什麼 那我們今天念那麼多則 你覺得哪一則最有趣 就綜合就是台灣跟新加坡 我想一下 你有嗎 你講 我邊想 我覺得是Daniel跟店長 因為我覺得太荒謬了啦 我覺得最幽默的 冰淇淋那位 就我不懂這個聖戰 然後配四顆星是什麼 就是他是一個非常刁鑽的刁名啊 但我覺得難以想像他爆氣的時候 氣氣氣氣氣氣氣 OK 可能給付的 好可怕喔 好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囉 然後是比較輕鬆的一集 希望大家會喜歡 如果欸 也還是不喜歡這一週的 就是也沒關係 因為下週也不一樣喔 什麼叫做還是 就是可能 上週就對三明治沒興趣 這週對Seven又沒興趣的話 沒關係 下一週也有別的東西 還有機會 你認為聽眾還會給我們多少次機會 對 就大家就是要這樣子 人生不會每一件事情都蠻你的意 哈哈哈哈 人生已經這麼苦了 他們還要聽我們的節目嗎 好啦 掰掰 好 掰掰